哈囉大家好我是達爾 今天這部影片接著來介紹 波德之門3裡面 一些我們在比較前期 就能夠拿到的不錯的裝備 首先在序章 我們要逃離鷹鵡螺的時候 會出現一些魔人的指揮官來阻止我們 這個魔人身上有一把叫做 勇然之刃的好用武器 他是一個雙手巨劍 能夠在前期造成巨幅的傷害 而且每次攻擊還都會打出火焰的傷害 但我們前期要能夠打死那個指揮官 其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所以一個能夠比較簡單 獲取這個武器的方式是 我們在進去挑戰王之前 可以按一下K 調整一下隱星的法術 讓他帶上一個叫做命令術的法術 這個命令術有機率 可以讓敵人把自己的武器給丟下來 後面你可以操縱隱星對指揮官釋放命令術 然後讓他的武器掉下來 在釋放前你可以先存個膽 那才可以保證不用每次重來都從頭開始 那在下一個蠻前期可以探索的地方 是在蠻深廢墟這邊 你可以從旁邊的古老的門 敲鎖進去 或者你也可以從路邊山崖這邊一路往右走 會看到一個禮拜堂入口 然後這邊有一些人在吵架 然後跟他們的話可以開啟一個 探索下面這個廢墟的支線任務 那總之我從下面古老的門這邊進來 進來之後你第一個會看到的 是一個墓碑 解開這墓碑上面的陷阱可以獲得一個 綠色的短毛 不過這個沒有很重要 主要是拿到鑰匙可以開後面的門 那我們就一路往前走 進到深處你會看到蠻多倒地的屍體 我們從左邊往上走 在這邊你會看到一個按鈕 點那個按鈕之後會打開一個隱藏的密室 密室裡面的護符可以拿到一個叫做 迷失之聲的護符 他可以幫助我們後面進行一些私者交談 都不需要用卷軸 私者交談有可能可以幫助你推進一些任務 所以可以拿一下 而且這個東西他不消耗法術位 所以我覺得蠻好用的 然後順便提一下 在這邊可以拿到蠻多的 卡拉克可以用到的靈魂鉗帝 從旁邊的一扇門進去 還有一本叫做逝去諸神之書的東西 調查完可以獲得一個衰弱射線卷軸 下一個還不錯的道具 我們來到翠綠樹叢的聖池這邊 出色來的時候會觸發一些劇情 然後你可以進去到旁邊的 石門裡面 進來可以看到一些目前德魯伊的首領 像是卡哈內地之類的 那這邊任務就先不管 在這邊你會看到一個叫做拉斯的人 然後你要在他身上偷竊 他身上的狼之符文 那當然如果你是照著任務 為由成來完成任務的話 應該是在拯救完哈爾辛之後 他會把這個狼之符文送你 但不管加上你自己偷也可以偷到 偷到之後我們往 內地在的房間的最深處走 這邊有一堆的福杯 嘟嘟缺一個狼之符文的福杯 我們把狼之符文給插進去之後 我不知道有沒有什麼順序啊 他靠附加動作就可以釋放一個法術 把敵人給拉過來的法術 翠奇術從這邊 還有另一個我覺得也不錯的道具 他在石門這邊 進去之後可以看到賽夫若 賽夫若會給你一個叫你把 卡哈給殺掉的任務 在跟他對話的途中 你看到左下角有一隻手 可以直接點擊交易 這邊可以跟他買到一個叫做 地獄騎士驕傲的手套 效果是只要我們有角色去治療的話 受治療的角色就會少受一點傷害 算是一個奶媽不錯的套裝 當然其他還有兩種獲取方式 第一種就是你把賽夫若殺了 應該就可以獲得 第二種是你把卡哈殺了 然後賽夫若活著 那造成全村的德魯伊跟魔人的內鬥 但你勝利賽夫若如果還活著的話 他會把這個當作獎勵送給你 好那下一個我們看到 三塔林會的商人他賣的東西 三塔林會是什麼 在這遊戲裡面 我覺得很像黑市一樣的地方 他裡面有很多 還蠻不錯的商品的 但要加入三塔林會 你需要先完成一系列的任務 那任務的開始的地方在 地圖的正中間吧 應該怎麼說 就是近身之路的左下角 然一之村往上走這邊 你會看到一堆 獵狗還有商人的屍體 在附近應該可以找到一些 信件之類的東西 把一些信打開看一看 這個任務就會開始 接著我們沿著商人的血跡 或者獵狗的足跡往上走 應該會看到更多的獵狗 以及有兩個躲在洞窟裡面的商人 那我自己的任務的解法是把 獵狗全部都幹掉 然後跟殺人對話 威脅他之後他會把 他們在運送的貨物交給我 當然我覺得這應該不是唯一的解 因為我也有 玩過就是跟獵狗對話的選項 總之不管如何戰鬥過後 你進到洞窟 應該會看到一個比較特別的寶箱 然後我自己的解法 就是把寶箱撿到背包裡面 不要拆開寶箱 當然說不定拆開寶箱也有解法 但我自己的解法 就是把寶箱給撿起來了 然後我們繼續推進 人物以前可以搜刮一下這個洞窟 洞窟上面應該會有一個寶箱 寶箱裡面有一個可以給卡拉克 裝備的狂暴獲得15點 生命的手套 下一步我們來到地圖左上角 這邊是有一些威爾的支線任務 會在這邊發生 要營救他的 老爸之類的 三塔靈會的秘密地點也在這邊 那我們來到一個 有一頭牛死在外面的地方 右邊房子進去 就是三塔靈會的秘密據點了 進來之後一樣要通過一些對話簡定 我這邊自己是把三塔靈會的 秘密給說出來之後就有通關 那他放行之後 我們就可以從旁邊的這個門 進到三塔靈會的 地下室 然後在地下室這邊 我們有看到右下角有一個衣櫃 從衣櫃進去之後 才是真正的他們的集會地 那進來之後 因為我的解法 我的流程是有放過前面的商人嗎 那我們就在這邊可以看到 之前的那個商人 正在被 言行拷問 然後這裡的領頭人 就希望我們把這個商人給殺了 為了表示我們的中心 或者如果你想入會的話 你就必須要殺掉這個商人 不然的話 你大概會直接被暗算 game over 好呢 解鎖三塔靈會的商人之後 三塔靈會商人這邊 最值得買的一件道具 應該是偷竊手套 他可以讓我們的翹首檢定 多值一顆骰子 各方面來說都很好用 其他像是一些 弩蛙弓 其實都還蠻不錯的 尤其這個泰坦弦弓 給力量戰士去裝的話 就是他可以打出蠻多傷害的 其他很多道具也都還不錯啊 大家就看需求去購買 如果你需要鏟子啊 拆陷阱包之類的 還有都有賣 再來介紹一些比較非常規 但同樣 前期可以取得的道具 首先我們來到染疫村落的水井 那從這個水井下去之後 其實是一個蜘蛛的巢穴 在巢穴的最深處 會有一個蜘蛛王 那這邊你可以不用打 但他這邊有一個可以 跳下去的地方 你要跳下去的話 可以先用一下羽弱樹 用完羽弱樹就可以防止受到 降弱的傷害 然後我們就跳下去就歪到了 一些坦人 蘑菇人的村莊的附近 但你下來首先會遇到的是 兩個牛頭人 那打得過的話 你就把它幹掉吧 打不過的話想辦法 繞旁邊的路 我們在這個地底可以撿到的是一把 時鐘寶劍 靠著牆走一個U型迴轉 就可以看到這把寶劍了 我們需要靠近寶劍 然後點擊他 把它給拔出來 你拿到的這把劍叫做 生死離別 他還會給表演加一 是一把比較適合 私人去裝備的武器 再來要介紹的是一把我們開局 就能夠拿到的傳說武器 但是非常不建議你開局就拿 因為拿了之後 還蠻影響劇情體驗的 就是你的一些隊友 養雞妹他會離你而去 那當然我還是會簡單教一下 拿取的方法 拿取位置在 握金的長綿蒂左下角 就是我們前面那個 塔林商會的旁邊 那在這邊有一個吊橋 你繞旁邊的小路也可以下去 然後選用一隻 有辦法去使用命令數 使敵人武器掉落的角色 像是隱形 悄悄靠近 觸發劇情之後 你切成隱形的狀態 那我這邊是把 其他人都支開了 因為我知道去拿這把劍的人 九成九會死 在足夠靠近之後 對這邊有一個百夫掌 使用命令數丟棄武器 運氣好的話 他就會把能把武器給掉下來 但這邊的成功機率會比較低一點點 很想要這把武器的玩家 也可以在這邊先存個膽慢慢刷 這把武器給養雞妹去使用 會有特別高的加成 而且他本身的白質也非常高 所以適合任何一個角色都可以裝備 好了那這部影片就先簡單搖玩一些 我覺得遊戲前期 可以拿到還不錯的裝備 當然還有非常非常多的裝備 或者支線是我還沒有聊到的 那如果有什麼 如果你覺得是非常實用 非常好用的裝備 我沒有分享到的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分享 讓大家知道 我應該會在下一部影片裡面 再去介紹遊戲前期 我們可以做的一些支線 這部影片就先聊到這邊 看完喜歡 千萬不要忘記點贊訂閱我 我是達爾 我們下部影片見 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